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是解答家庭观众问题的时间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快点打来28046566 同财身边的要塞证券研究部分析员谈战和阿乐聊聊 阿乐你好 我们听听邮小姐的电话,邮小姐你好 两位主持好,我想请问293国泰这支股票值不值得买入呢? 未买的 是,未买的 想问384宗的烟气有价对它影响大不大? 如果这支股票值不值得买入呢? 麻烦两位 都是未买的,是吧? 是的,没错 明白,两支都可以买,因为二选一 两支都可以买的 明白,好,我们先看看国泰的情况 看到293国泰今天升幅非常显著 暂时升幅最大的蓝筹股 升幅有超过7.5% 去到17.48这个位置 看到52周高位 其实阿乐,看到这间公司 很坦白地说 其实股价一向都不是怎么动 凡是这些大时大折 突然间才会爆上来 看到现在股价去到17.48 你觉得直播率还高不高? 我认为直播率 你说升了这么多 当然其实直播率相对地 可能已经不是非常吸引 但是国泰我自己都看得比较好一点 如果论航空业 现时整个行业上面 面对着运力过剩等等的问题 或者竞争是非常激烈 好像这些廉航仍然是非常进取 这些因素看回来 好像是利淡回这个行业 他们都受到燃油成本压力 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在 因为燃油成本不断上涨 他们不单只要不断调升燃油付加费 都令到他们整体燃公司的营运效率 都跌到只剩1-2%的利润率 但是你看到现在一段 为什么近期来说 国泰终于能够成功炒起了 估计有些波动在 第一看到他们的中期业绩 其实都看到 都有个明显地倍增的情况在 都因为受惠了 油价有个明显回落的迹象 但是你看到近期来说 油价进一步下跌 未来都预料他们下半年的业绩 有个很大的反弹空间 其实论估值上 国泰这些位置 又不算是非常贵 甚至未来来说 都仍然有条件 看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论直播率 这些位置未必值得马上去买 但是如果回落多一点点 我觉得是吸引的 从整个技术走势上 都看到他突破了一些高位 目标国泰我觉得是有条件 看回可能几年前的高位 大概20元这些位置 但是你说什么位置才去买 我觉得 虽然股价刚刚突破之前 大约是在年初的高位 大约是17.2这些位置 但是能不能够成功寄运这个高位 可以留意着 我觉得不妨等一等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落到 17元这些位置才去买 只要将止蝕价 设置在16元这些位置 论直播率 不跌穿16元 17元买不跌穿16元 看回20元 直播率是吸引的 另外邮小姐也有问 中国燃起384 384 暂时股价升幅 都有超过百分之一 去到14.24元 看到公司早前公布份业绩出来 中期多赚了超过三成 同时也获得北控注入 几项资产 涉及资金大概是16亿人民币 看到股价要做 反而公布业绩出来之后 升幅浸上来 但看到好像又在14元边之前 好像有些大 15元之前有些大的阻力在 阿龙你觉得 现在14.24元的中国燃气 又应该买入去呢 其实本身中国燃气的基本因素 相对地就算不算太差 但正如问题之前所说 油价跌究竟对中国燃气 会否构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其实你说在直接层面上 中国燃气最主要做一些 天然气石油的分销 其实油价跌便便便便宜 油价升便便便宜 所以油价的上升下跌的情况 对中国燃气来说 本身就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始终就是说 相关行业 做这些能源相关的设备 即是就算做这些石油的分销 或者是天然气的分销 如果你看到油价持续下跌 资金对能源板块的兴趣 未必真的太大 近期来说 看见中国燃气 有些相关注资的活动 但不能炒到股價再漲步上升 反映市場對於這個板塊 開始可能有機會失去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其實不是非常吸引 論投資價值上這些位置小注一博是可以的 14元左右這些位置來賣 但只剩下收益會設得近一點 不跌穿13.5元 暫時來講建議繼續持續 至於反彈的目標 先看看15元這些位置 有說法可以考慮安樂的意見 293國泰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回落到17元才買 16元就是指洩位置 上網目標可以去到20元 至於這個384中國炎氣 就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回落到14元左右 才買進去 指洩價擺13.5元 上網目標大概15元左右這個水平 之後我們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阿英在這裡 你好 這位家庭觀眾到你了 你好 你是否叫阿英 是呀 是呀 我想問一下兩位指洩好 是 我想問一下你們的1220 1220 是呀 那我就買了幾天左右的1.3.5元 現在應該為何操作呢 還有它的前景值不值得拿下去呢 明白 你之前是高 是升之前買上去高位沒有放到 因為等它會下降之後才買的 是呀 買了升上去 就沒有放到 現在又下降下來 哦 明白 明白 好啊 我們先看看指導國際股價 暫時現在指導國際股價 就升了超過3% 去到1.27這個位置 正如家庭觀眾所說 之前在低位賣了低高位 錯過了獲利的機會 沒有走到 現在看到股價 就從大概過百人錢的水平 你覺得現在這個時間 是不是應該先沽了它呢 因為有其他部署 你會建議給阿英呢 那其實這些位置部署上面 就相對地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你說近期這隻股份 都有個大上大落的跡象上面 那你說如果論前景 看回公司其實本身的業務 做一些鋁材料等等 但是這個已經是過去式 因為近期為什麼股份能夠炒上來呢 就說公司就用一筆錢 去收購做一些新的業務 做一些互聯網保安等等相關的業務 所以我都看到 跟之前他們做的業務 是完全去轉了的 所以這間是純粹炒一個轉型的概念 但是看到股價的走勢上面 之前一度由幾毫子的位置 炒到近期見到兩元這些水平 現階段回落回來 其實這些位置就比較大的 如果跌穿過二這些位置 就有個很大的風險在 怎樣去部署 我就覺得都跌到這些位置 暫時可以將止洩位置 設置到一個二這些位置 不跌穿一個二 可以等到一個技術反彈 但是能夠反彈到二十天線 但是一個三樓上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可以考慮 先行減持股出離場 因為我都覺得可能 有機會已經炒完了 嗯 可以考慮一下Arnau的建議 指洩位放過二人錢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 反彈到過三人錢 可能只要市基間減榜 可能真的虧損少少都好過 Arnau就覺得這隻股份 可能暫時會 資金未必太有機會 太有機會 大的機會去追蹤這隻股份 之後我們看看家庭觀眾的電郵 問些什麼 有位黃先生在十三個七毫本 買了二二零二萬科 他問現在股價好像沒有力 在上 是否應該先沽出這隻股份 我們先看看這個萬科企業的股價 暫時現在做十五個四 看到早前有些反彈 看到現在暫時大概十五元左右 這個水平 叫做找到一些站穩的跡象 你覺得之前十七個多賣了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呢 你說十七個多賣了 有沒有機會反彈到這些水平 我覺得始終都可以有機會 但機會性就真的未必太大 始終近期來講 內房股相對地有起息 最主要都是受違反 內地減息這些相關的措施 當然在減息上 對內房股 基本上絕對是造成正面的作用 但減息公佈了接近一個星期 其實看內地的消息都說到 其實內地借錢去買樓 無論是首套房也好 或者二套房也好 實際按揭利率 都見不到一個明顯回落的跡象 所以對於消費者來說 買樓的負擔 其實一點都沒有減輕 所以你看到的情況下就看到 實際上減息對於內房來說 一個幫助性 未必是之前預期中那麼大 這是一個第一的風險因素 第二就是提及近期來講 都提及到的內房 未來可能有機會推出型改增 這些相關的稅制 對他們來說 都會造成一個負面的壓力 但論基本因素 萬福的基本因素 都不算太過差 今年他們的銷售狀況 都不叫太過落後 而隨著近期的減息 這些相關措施 都有消息說到 銷售情況有一個慢慢回暖的跡象 所以股價我也覺得 到這些位置 又未必會出現一個太大的調整空間 所以我建議繼續拿著 從技術走勢看 我相信15元這些位置 都見到初步的支持 只要不跌穿15元 暫時說我覺得可以考慮繼續拿著 短線阻力會在16元這些位置 但當然如果見到 股價最終能夠突破16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的而且確 從技術走勢上面 有條件試試17元這些水平 不好意思 是13.75元買才對 其實這個低位賣了 是否保存同一個策略 有沒有機會上網回到16元這個水平之上 無論你17元賣也好 13元也好 股價也是這樣走的 所以如果你說低位賣了 當然可以繼續拿著上網 明白 這次很多謝阿諾為我們解答家庭觀眾問題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這節你到這裡先 我們待會繼續看看其他觀眾 有什麼問題 待會再見